男星黄少奇藏8年娇妻终于曝光了,消失台湾多年在闪幸福家庭照被网友狂赞。 本土剧演员黄少奇当年演出《飞龙在天中的飞虎》一叫爆红,后来便持续在本土剧中占有一席之地。 之前他演出本土剧《甘味人生》,也获得一大票观众的喜爱。 但后来却在与同剧演员韩瑜爆出暧昧情后,便结束戏份,先少现身台湾电视圈。 虽然他已是45岁帅罢,人气还是很旺。 原来,他他近年来常在台湾中国两边跑,经传婚变,和韩瑜一似传出暧昧情。 大家都想知道他的婚姻内幕是。 韩瑜去年和孙协智离婚,可是韩瑜被拍到和黄少奇二度开车,开进韩瑜新家。 有网有猜两人关系匪浅。 黄少奇高声韩瑜,他经纪人见识开车的人不是韩瑜,是韩瑜助理。 黄少奇只是知道韩瑜喜欢车,才会把刚刚买的车借韩瑜。 记者询问韩瑜,他的说思念强痛。 他的经纪人甚至表示,当天黄少奇很大方,把车子借给韩瑜助理试车。 韩瑜事前不知情,惹出如此大的风波,助理自责难过大哭。 黄少奇和韩瑜都否认有情愫。 加上黄少奇的老婆小珍辛苦为他生下两个孩子。 当年黄少奇贴心抱住刚生产的老婆拍照,两人很甜蜜。 他甚至对小珍示爱,公开表示和小珍在一起15年了,早就登记结婚。 就算他去大陆拍戏,也会把老婆儿子带在身边。 8年前黄少奇就和女团另一二的成员小珍密婚,黄少奇开心分享以下一家4口照片,粉丝全都感受到幸福喜悦。 。 原来是小珍怀孕了,如今她生下了第二胎,孩子也长大了。 但当年怀孕时,饱受严重孕吐困扰的小珍,连胆汁都吐了出来,太辛劳了。 看看夫妻两人甜蜜一威,身体靠得多近。 黄少奇和老婆好住呢? 如今黄少奇鲜少出现台湾,是因为跑到大陆发展,最近还升格制作人。 看看一家4口幸福的照片,是不是让人羡慕。 黄少奇的老婆很贤惠,不爱打扮又衣住朴素,更把两个儿子照顾得无微不至。 黄少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父亲,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候满满的父脉都要从荧幕满出来了。 近日她参加儿子学校的亲自赛跑运动会,喜欢与儿子相处的她。 参加完毕,她在微博写上,跟Jeremy一起参加学校的亲自运动会。 久违,久违的校园在跑,想起自己小时候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亲自互动。 这次的经验对我与Jeremy来说都格外珍贵。 生命与生活之中的意义真的是可以自己用心去定义。 真情告白让粉丝眼睛都湿了。 黄少奇儿子很帅,小小年纪的她开怀地展示第一名的牌子。 据EC Today娱乐星光云报道,黄少奇说自己从小没父爱,和儿子感情很好,如果是家庭不幸的孩子,她一定不会笑得这么开心。 看看黄少奇回归家庭生活,陪着宝贝儿子和爱妻,还去学校参加父子赛跑,现场演战变成小型粉丝见面会。 演艺圈又火多,相土距离美女如云,不过黄少奇是好男人,人家和老婆小孩都好住呢。 祝福黄少奇一家幸福,快分享这么正能量的故事给身边的亲朋好友看看。 黄少奇,出生于台湾。大学时期被发学为模特,后来开始接触戏剧。 2000年拍摄民视无限台飞龙在天,饰演飞虎,是他知名度大涨。之后戏剧作品不断并往大陆发展。 2010年接演三立百年八点档大戏家和万世兴,并曾各串三立军交骗勇士们及新闻角色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